普遍在今年中就打滿兩劑疫苗的歐洲疫情大反彈 證實抗體保護力會隨時間下滑 為了確保民眾追打第三劑 歐盟出張 歐盟研議定定一致的標準 完整接種疫苗證明定為最後一劑打完後的9個月內有效 一旦預期沒有打加強劑 疫苗證明將自動失效 換言之 要是歐盟地區的民眾明年夏天 想去其他歐盟國家旅遊 勢必得追打第三劑 才能延長疫苗護照效期 歐盟也推翻先前 只建議高齡者打加強劑的方針 改口所有的成年人最好都接種40歲以上的人優先 單日新增確診破3萬例的法國 也宣布更改加強劑方針 失打年齡層從50歲以上放寬到18歲以上 同時提前接種時間 由失打第二劑的6個月之後提前到5個月之後 法國街頭經常出現警察進到餐廳抽驗民眾的健康通行證 明年的1月15號之後 第三劑將視為強制接種 沒打的人 健康通行證將失效 無法進入餐廳 歐美追打加強劑拼速度 領先開打的美國英國都有意正式宣布打滿3劑 才算完整接種 加強劑不但不再是特權 從國際趨勢看來 只打兩劑疫苗 不久的將來去到哪都困難 記者綜合報導